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空中交通的公众会报告和建议就提成给国会 今天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主席黄家和就表示说 企业发展部向公众会表示 飞行车已经不是该部的重点计划了 早就应该如此 关于这个飞行车 过去两年我记得说主编点新闻当中 我想至少讨论超过十次 因为这项建议 好听跟正面的说法 就是很勇敢很创新 那么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两个字离地 我也太过直白也不敢直视他 那么当时很多的专家跟学者都认为说 大马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 投入原本就已经有限的资源 去研发飞行车 但是面对一连串的反弹之后 部长李端他就改口说 政府是没有出钱的 而是私人企业出资 可是后来被发现到 政府的关联公司 其实是有bump钱有出钱进去的 这下子可不得了了 但是李端他依然很坚定 口很硬的说要推动飞行车计划 虽然这一个离地的项目 已经沦为社交媒体的笑柄了 但他还是坚持 他反而指责跟批评那一些 批评这项飞行车计划的人 你们是否定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你们的这种保守态度 导致马来西亚不受到别人的尊重 那么现在我们重新复习去年他所发表的这些言论 跟他对民众做出的指责的时候 还真的觉得这一名部长很有霸气 那个血友在那边 那么态度和立场非常坚定 只要他认为对的东西的话 他就勇往直前完全听不进别人的建议 就算别人批评他 他还是坚持自己是对的 回来看一下黄家和今天的文告怎么说 公账会在去年11月28号 在国会提成报告之后 今年的11月11号就已经接到了 企业发展部秘书长苏莱尼的跟进答复 就指出说飞行车的发展计划 当前不是该部门的优先重点 该部目前专注于发展企业 尤其是中小型企业还有微型企业 去年公账会就敦促总机查署 查核大马高科技局子公司 VTSB董事局所批准的2000万令吉 现在黄家和也表示说 公账会也已经接获了总机查署的这一个回复 总机查署现在已经完成了 大马高科技局的机查 就确定说这一笔VTSB投资的2000万令吉 没有运用在发展飞行车 公账会对于总机查署的说明 是表示满意的 因为这项飞行车项目 让时任的企业发展部长 理断成了红人 他也被讥讽为是飞行车部长 大家不知道说他负责的企业发展 不是搞什么的 只知道说一个东西他就是搞飞行车而已 那么原本以为理断会在国盟政府 就是新的政府中会被刷下来 失去部长的这个职位 但他依然获得慕游丁的重视 受委部长 不过呢 却是职务和影响力较弱的首相署 特别事务部 那么到底这是什么的一个部门 什么是特别事务呢 其实外人都不太清楚 那么其实呢 首相交代他去执行什么任务的话 那么他就去执行这些任务咯 那么没有特定的这个范畴 不过呢 目前他所处理的呢 都是跟新冠病毒有关的事情 所以这些呢 就是他的特别事务吧 去年底工帐会呢 就揭露 里端没有妥善计划 没有通知内阁 就推行飞行车计划 并且宣称说 使用的是本地技术 但是工帐会呢 发现原型 其实是日本制造的 根据工帐会的报告 大马高科技局独资的子公司呢 也就是VTSB呢 是设立于2009年 是透过持股和投资的方式 协助发展的 大马高科技局呢 此前的时候呢 是率属于首相署 在2020年4月开始呢 已经转由科技级创新部 负责监管了 2019年5月的时候呢 VTSB动数据就批准了 2000万令吉的资金 投资到AVSB 不过呢这一笔投资呢 并不是用于发展飞行车 而是打造位于赛城的 数据处理中心 以便推行研究 还有一些计划 关于飞行车跟理端呢 其实有很多小故事 可以分享的 这里我就只挑一则 因为是他骂人的 希望是非常精彩的 那么去年3月呢 他指责那些 看不起飞行车的人 就是拒绝拥抱科技 不愿意创新 他甚至把这一些人 跟已经去世65年 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 执一爱因斯坦 也搬出来成为了 他的这个例子 他就以爱因斯坦为例子说 他称赞外国人 对科技抱持着开放的态度 愿意接受而尝试 各种全新创新的科技 他接着就批评大马人 反而是反倒而行 我们不能够成为 受尊重的国家 就是因为我们的态度 要是爱因斯坦 来自马来西亚的话 或许国家无法进步 因为我们经常 否定企业家的意见 哇老听到这番言论的时候 我真的不敢恭维 到底飞行车 跟爱因斯坦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不是完全否定飞行车 不是完全拒绝这项飞行车 这个政府的项目 而必须要有轻重优先 秩序之分 就比如说 我们在安排日常公务的时候 也有轻重缓急的分别 什么东西是最重要 跟最迫切的 有些时候某一件事情 是很重要 但不迫切 有一些时候呢 则是紧迫 但不重要 飞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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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重要 也不紧迫 为何要优先处理呢 乐杯 我们先让蓝主编 喘一口气 下一段回来呢 我们就换一个焦点 来关注一下 行动党资深领袖 邓张青呢 今天就宣布说 不参与 接下来的党选 还有大选了 行动党的资深领袖 邓张青呢 今天就宣布 即将离开政坛 不会参与两个星期之后的 行动党的党选 同时呢 也不会在来届大选中上阵 接下来我们关注更多 我是佩玲 我是志芳 他今天就在脸书 发表了退失表 他就指出说 一旦选州议会解散之后呢 他将不会寻求连任 换言之 他的州议员 和行政议员的任期呢 将会在来届大选之前结束 他也不会竞选 行动党的中央和雪州的党职 好了 那么其实啊 前几天呢 东方日报已经抢先 独家报导 邓张青可能退出政坛的新闻 当时呢 已经引起了一些关注 不过当事人是没有回应 今天他终于告诉大家 他的想法了 那么说一些 我对邓张青的一些看法 他在担任雪州巴达林 在也不给嘎信州议员 就是1995年到99年期间 就认识他 算起来也应该有 20多年了 那个时候呢 他应该是社青团的团长 那么我还在大学念书 而在那个时候呢 就是1998年 99年 烈火墨戏 风风火火的年代 当时的社会运动 非常的蓬勃 而当时的安华 因为他的这个黑眼圈 震惊了整个马来社会 当时基隆坡就 每一个星期五的中午 就是穆斯林祈祷之后呢 都有大小不易的 这个机会游行 抗议马哈迪的烂圈 跟警察的暴力 那么当时呢 邓张青和一些年轻的 社青团领袖 就积极跟大专生 有一些接触 而社青团的总秘书呢 就是目前有超人之称的 邱光耀 邓张青跟大专生的 这个接触呢 在1999年大选的时候 那段期间呢 是非常平密的 然后在99年的大选的时候 他就离开 布基加新去了 把生的顺埃宾浪竞选 而布基加新呢 就交给了邱光耀 邓张青他申选 但是邱光耀 责败选 嗯 那现在呢 邓张青就是行动党的中委 学州行政议员 还有巴生新城的州议员 他就表示说 他已经啊 有退出政坛之后的 未来规划了 他说到他能够在 2018年的大选呢 侥幸的续任行政议员 对他来说 已经是个人最大的造化 对未来呢 已经不敢奢望 所以呢 他只求说在这一届的任满之后呢 能够体面的退任让衔 他就表示说呢 他自己本身呢 在雪州政府 现在是进入到 最后两年的倒数阶段了 但是他承诺会继续的努力 直到州议会解散为止 邓张青呢 他在党内一直都被视为非主流 不管是在中央还是在雪兰呢 他就有一点类似 独行侠的作风 不买对 他凭着自己的能力跟影响力 在基层和在华社中 建立起他本身的形象 和地位 那么我对他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呢 是十年前 就是2010年8月 当时呢 他在推特贴文 他说 Oh my God Real Copy is free 天哪 真凶逍遥法外 当时那个事情的脉络呢 是火箭内部发生 有关支持性的这个风波 而邓张青呢 是行动党的中委 跟雪州议会的议长 他的这个贴文呢 就被指在影射党领导层 开除前市议员 郑文福的事情 他被指是藐视 行动党的纪委会 不过呢 他说 他的这一番言论呢 就是Oh my God的言论呢 其实是他 看了电影之后的这个感想 与这一个风波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纯属巧合 他说当时 他是看了锦衣卫的 这个电影之后 有感而发 他当时呢 一共发了三条推文 Oh my God是第一则 第二则呢 他就说 最该万死的不死 最不该死的却死了 这样的戏才有张力 那么第三则推文呢 就说 为了记录这案 答案呢 就是锦衣卫 当时呢 他是出席 柔佛州的一场晚宴 他在漫长的车阵中 他就看了这两套电影 锦衣卫跟十月麦城 他当时的这个回答 他当时处理这场风波呢 其实是彰显了 他的这个政治的智慧 当然他口才跟才智 也是一流 他担任议长 跟行政议员期间呢 交出了不错的成绩 邓章青就表示说 现在他认为啊 行动党是人才积极的 所以他自己呢 是选择退位让衔 免得阻碍他们的发展 他说 如果我是续任的话呢 必定会成为 雄才大略的同志们 前进的障碍 因此呢 退位让衔 显然是最得体的一个选择 工程不必在我 我选择离场 但仍然会在场边 打气喝彩 他就表示说 虽然他选择离场 但是呢 他是愿意跟行动党 分享自己参政的时候呢 所累积的一些经验 他就列出了自己 从政三十年的一个政绩 他在1990年大选之后呢 就加入到行动党 之后经历了六届的大选 担任议员25年 行动党中委24年 也曾经担任 雪州一届的议长 还有两届的行政议员 他的这个退私表贴出来之后呢 网民们纷纷在留言 去缅怀和感激他的付出 同时也有很多挽留的这个声音 希望他能够重新考虑 退出政坛的这个决定 不过呢 他的这个退出 意味着火箭在下一届大选的时候呢 会出现一个州议席 和一个行政议员的 这个职位的空缺 如果西蒙还是重新执政雪州的话了 那么这两个空缺呢 将会成为各方激烈竞争的一个目标 不过当下最迫切的问题 课题呢 可能就是他的退出之后 对即将举行的党选 有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参选了 是否意味着他能够更自由的走动 少了竞选条例的束缚 没有了寻求残联的压力 他更能畅所欲缘 这会否令到当权派更加的紧张呢 他的隐退的影响层面呢 可能不仅仅局限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也包括了对党的整体的这个影响 继续留守在主编点新闻 下一段回来带你关注其他的焦点新闻 欢迎回到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佩玲 我是之风 国防部高级部长伊斯迈萨比里 就宣布说从明年的7月1号开始呢 所有申请引进外劳的雇主 都必须要向人力资源部 申请工人住宿的认证 才能够获得移民局发出工作签证 这也意味着说呢 外劳外籍员工在抵达我国之前 雇主是必须要按照上述的法令的规定 提供这个宿舍 如果说呢雇主在没有申请住宿 认证下引进外劳的话 那有关的员工就是非法移民 新冠病毒和疫情的扩散呢 不仅仅冲击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和人民的生计 那么其实也凸显了政府过去 一直以来的外劳政策的出现许多的这个问题 特别是外劳的引进啊管理之类 而这些漏洞呢 在疫情期间呢 逐个浮现出来 令政府和人民疲于应付 当局也因为这些问题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比如说新确诊的病例 很多都来自外劳的群体 不管是早前的Selyan Baza 或者是以外劳居多的 吉隆坡City One Lean Mansion等等 以及目前的顶级手套员工宿舍 还有建筑工地 这一些都是以外劳居多的这个地方 那么这一些地方呢 都是潜在的即时炸弹 分分钟都会爆发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感受到 它爆炸的这个伪力了 伊斯迈沙比里呢 也是外劳事务内阁委员会的主席 他今天呢 就跟人力资源部长沙拉瓦南 联合召开特别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呢 就指出说 该委员会呢 就同意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呢 将会加快批准雇员 雇主呢 新建这个雇员宿舍的这个申请 他就提醒说呢 这一项1990年工人宿舍及设施 最低标准法令 446法令下的措施 不仅监管外劳 也涵盖本地的员工 他说只不过呢 目前这个法令的执行行动呢 是聚焦外劳 是因为目前许多新冠肺炎的病例呢 确实就是涉及到外劳的群体 那么根据一项统计报告就显示 国内有91%或者是140万名外劳的宿舍 是不符合这个446法令的规定 萨拉瓦南他就指出说 这项统计令人感到担忧 确实是只有不到9%的这些外劳宿舍 符合规格而已 那么当下我们正面对疫情的 这个冲击跟威胁 所以呢 政府就加紧执法 要对付这些为例的雇主了 截至10月31日 政府接获的这个工人住宿的认证 萨拉官萨伊纳办的申请呢 仅仅是涉及国内160万外劳当中的不到9% 或者是只有14万人而已 部长就指出说 这个情况就显示 国内绝大多数的雇主 还有工人宿舍提供呢 是没有向这个半岛劳工局 申请到住宿认证的 那其实呢 在今年的9月1号以来呢 半岛劳工局已经展开了 1850项的检查行动 涉及半岛还有纳免 1000多名的雇主 还有37家的宿舍供应商 那么其实呢 疫情之下不仅仅是 马来西亚受到这些 外劳因素的这个影响 早前呢 我们的邻国新加坡 他们主要的感染群呢 也是来自外劳 所以呢 新加坡政府就想了一些 对策的方式 把外劳集中在一个地方 同时呢 也改装一些床 把他们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 方便管理 那么通常呢 外劳的居住环境呢 都是比较拥挤的一个地方 住宿条件呢 跟卫生环境也不太理想 容易造成病毒的感染跟扩散 那么随着这项明年7月1日 生效的新措施之后呢 相信雇主和老板们呢 将会投诉 complain说他们的营运成本 将会增加 那么在疫情之下 原本做生意就已经很难了 那么现在为了要符合新的 这个446号法律 成本肯定会增加 但是价格呢 却不能够很明显的上调 否则的话呢 你会流失客户 或许雇主们接下来 他们会做的根据 普通的这个想法呢 就是他们会向政府提出complain 然后接下来就要求援助 我们其实应该要冷静的坐下 现在最需要思考的呢 就是如何让马来西亚的商家跟企业 减少对外劳的依赖 这个才是重点 这个才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其实过去很多的经济学者 经济学家都已经提到说 马来西亚不能够过度依赖外劳 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呢 就是通过自动化跟机械化的方式 减少对传统人手的这个依赖 而这个自动化机械化 其实是每一年的财政预算当中 都有提出相关的拨款 但是中小企业呢 都基于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 没有正面的去回应 这一些自动化跟机械化 减少人力的这个措施 因为对他们来讲说 请人是最简单的 如果要机械化跟自动化的话 你需要投入一笔资金 去买那些机器 要操作它 所以这些呢 都是要整盘的计划 来解决减少外劳的这个依赖 这对国家来说呢 是一个长远的课题呢 也希望说经过了这次的事情之后 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谢谢你关注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谢谢志峰 明天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